各位观众晚上好 好久没见 欢迎收看6月22日的天下新闻 我是杨素素 鉴于之前疫情严重 新闻的形式是有所改变的 但由今天开始一切都恢复正常 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 在天下新闻会为你整理每日的新闻摘要 那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特朗普政府再次收紧美国的移民政策 继4月底停止发放6卡之后 总统星期一再颁布了一项行政命令 现场停止发放包括了H-1B H-4B和L等工作签证 直到2020年的年尾 估计大约有53万人都会受到 这项新的措施所影响 总统特朗普星期一以保护美国工人为由 停止在2020年发放H-1B高技能工作签证 H-4B高技能工作人员配偶 H-2B非农业临时工作签证 L-1跨国企业内部主管轮調签证 J-1交流访问学者签证 星期一的行政令是自今年初爆发新冠疫情以来 特朗普政府最大规模的移民限制 白工估计禁令将阻止海外劳工申请大约52.5万个工作纲位 不过这个禁令只适用于美国境外的申请者 总统特朗普早前释出要暂停客工项目的意图之后 9位共和党参议员曾经联合致涵特朗普 敦促他重新考虑 指美国需要这个项目来推动各行各业的发展 客工并没有奪走美国人的就业机会 其由研究最新调查显示 64%的人认为合法移民填补了美国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 总统最新签署的行政令 是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的一连串限制合法移民措施的一部分 特朗普曾经在4月底签署行政令 禁止向美国境外的移民申请者发放6级 有报道指政府目前也在考虑将H-1B的签证费 从现在的460元上调至2万元 以减少移民局的预算赤字 与此同时 在上个星期四被最高法院驳回废除DACA项目之后 国土安全部指特朗普政府将在未来的半年内 再次尝试废除该计划 进入总统大选倒计时 特朗普竞选团队此前为余下的4个月 定下了新的竞选信息 控制移民政策就是其中之一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